妈妈说的对不对 什么时候才学会 就当你回到了小时候 学会过妈妈曾这么说 无论什么事都不要轻易低头 做到最好才会知道有没有 不要为了挫败而放弃 不要让机会随便溜走 面对这些失眠残酷的生活 就连呼吸都会让我感到难受 怀疑这个宇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星球 快要崩溃的了我 为什么选择了这生活 莫名其妙的 我必须低着头 追求梦想没有错 但要先让梦想才折走 这个社会需要先学会去服从 我都不怕 因为我有哪里去面对 你说的话我会把它们当成脊椎 乘着我快塌下的自卑 勇敢的去面对 这条路也许走到最后为时光辉 我不知道但是我已有心意准备 就算结果会一无所有 我变成了炮灰 妈妈说的对不对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学会 就当你回到了小时候 就会顾妈妈曾这么说 妈妈 请别怕我不懂 我也想去看看这隧道漠的出口 虽然这里的泥泥 弄脏了我吃着的双脚 妈妈妈 请别为我担忧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过去奋斗 星星就在不远处 在下它放在你的双手 天堂也许很美丽 但却让地狱造就了我 还有什么会让我感觉到错 别人也许很富裕 但却让贫穷围抱了我 因为这些让我变得更装熟 妈妈说的对不对 你就要自己用心去体会 就当一切都化为无有 就当一切都变成石头 妈妈说的对不对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学会 就当你回到了小时候 就会顾妈妈曾这么说 妈妈说的对不对 你就要自己用心去体会 就当一切都化为无有 就当一切都变成石头 妈妈说的对不对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学会 就当你回到了小时候 就会顾妈妈曾这么说 妈妈说的对不对 你就要自己用心去体会 就当一切都化为无有 就当一切都变成石头 妈妈说的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